中国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中国政府表示新条例是为了应对境外宗教渗透 以及宗教极端思想蔓延而制定的 但是宗教人士认为新条例是为了加强对中国宗教信仰者的管控和打压 特别是对基督教家庭教会将带来沉重的打击 好 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牧师 徐永海先生来分析 徐先生你好 你好 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新规 对中国宗教自由特别是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2月1号执行的新的宗教管理条例实际上是第三版 在95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版 06年的时候有第二版 现在是第三版了 它的这些一个出现的这些宗教管理条例呢 都是为了适用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增加一些新的内容 最近呢 它这个新的这个版呢 它是增加了四方面内容 一个是因为家庭教会发展呢 有神学院了 它面对神学院出了一些管理的方法 有对外交往了 它提出了一些管理的方法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型的活动 因为以前在九年代 家庭教会没有这些活动 所以现在有了这些活动呢 它提出了一些管理的方法 还有一个是网络 它提出了四条 这个以前也是没有的 家庭教会也没有这么大的发展 最近这么大的发展了 它提出了管理的方法 好的 那么据报道呢 说中国一些基层的政府 比如说河南周口市 西华县官方 已经开始全面限制 这个该县的基督教的家庭教会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您所了解到的这方面情况 您所在的这个圣爱团契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它是2月1号开始执行的 2月2号就是星期五 是我们这个教会呢 正常学圣经的日子 但那天早上起来 我们楼下呢 门口呢就一个行在 专门监视我的 平时没有人 它2月2号那天呢 警察呀带着保安呢 就在我上岗了 等于是我们在楼上学圣经 它在底下就上岗 就明显的对我们有一种监视 对吧 因为肯定要一些弟兄姊妹 因为底下有人来 可能下次就不来了 从这点看呢 它对我们是加强的管控 我们的宗教信仰空间呢 应该说要再缩小 好的 看来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一些宗教观察人士就认为呢 说中国政府今年以来 一直在加强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打压 可能2018年会更加激化 那徐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这个观察和这个判断呢 应该说是这样 从2014年以后 对这个家庭教会 不仅是家庭教会 应该说对整个基督教打压都在加重了 以前呢只打压家庭教会 被抓啊拆教堂啊 都是面对家庭教会 但从2014年之后呢 尤其在浙江 据说拆了将近1500个以上的 这个教会的十字架 那其中很多是这个三字教会的 不是家庭教会的 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 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 现在是不管家庭的也好 还是三字也好 都受到打压了 这应该是过去没有过的 就是说整个宗教性的空间 基督教宗教性的空间都在缩小 好的 我们感谢徐永海先生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